大家好,我是大發家,我是趙婷 冬天就是一個最適合露營的季節 那有在Follow我們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很喜歡在秋冬的時候露營 然後享受那種寧靜的氛圍 當然偶爾也會參加一些團錄活動 但大部分也比較偏向親子家庭類居多 然後就在昨天呢 我們收到了一封署名Wilder的邀請信件 邀請我們去參加一場名為露營實為音樂祭的一場活動 音樂祭 你懂嗎? 音樂祭 大概我已經脫離十年以上了吧 我報紙在理問上網查了一下 哇塞 它原來是一個台灣非常大的知名音樂祭 結合露營的一個活動 而且聽說啊門票都是一票難求 那這一次呢 為了證明說我們七年級生的戰鬥力也是一樣很高 不會輸給現在的年輕人 我決定義無反顧正面對決 好 我來看見你的香蕾 現在他們到一個臨時停車區 要讓我們卸裝備 這跟一般我們的露營模式不太一樣 這就是很熱鬧的那一種 回來了 怎樣? 在那邊 先下貨 然後我們在上面兩層 很遠嗎? 就兩層啦 兩層樓的概念 有推車嗎? 沒有 爬樓梯 好 我們兩個 把所有裝備從下面搬上來 快結束了 最累的一次 我們搬得那麼辛苦 明天我就來看看這個 門票搶到爆的活動 到底有多花章 多厲害 我們這一層有五帳 我們就是選 因為我們最早來 我們上來以後呢 我們就直接挑 就是門口這一個 你知道可以少走幾步路就走幾步路 那我去得上洗頭前 那我覺得今天這一行我們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今天這行就是這樣 環路的場地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大 他們只需要要求很大 那其實不管說 會不會跳墊啊 草皮好不好啊 有沒有大井啊 浴室怎麼樣啊 這其實 大部分的環路 只要你超過100以上 幾乎就都是那個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好導覽 只要你是要參加大型環路 就要知道說 有可能跳墊的機率很高 然後浴室也不要抱太大期待 如果有熱水是賺到 如果沒有熱水我還是應該的 都有可能吧 我們這次啊 露營帶的主食裝備是這個 Cocomo貝殼爐 很特別的是啊 它是那種折疊式的雙口瓦斯爐 一直以來 因為我們都是用那種單口的瓦斯爐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很想要找一個復爐 可是就因為礙於收納關係 你知道露營真的是齁 東西一多 然後真的收起來就很麻煩 Cocomo這一台它才2.7公斤而已 它拿起來比我的套國還要輕 所以女生啊 其實只要一隻手拿起來啊 就很輕鬆 而且重點是它超好收納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所有的配件 它裡面呢都會附一個這個收納袋 所以我就直接把所有東西 裝在它的收納袋裡面 所以小小一台 然後裡面呢 它有附不沾烤盤 有多方便大家知道嗎 你就不用再特地帶一個大的烤盤 超級方便 這邊還有兩個鐵架 就是你要主食的時候 把它放在上面 因為它有雙口嘛 所以有兩個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瓦斯的連接頭 它所有東西都可以收納在它的這個收納包裡面 很方便 你就不用擔心說 沒有口袋啊 東西就會亂放 然後到時候什麼東西都忘記帶 你看它下面有這個防滑矽膠喔 我們放在桌面上 你就不用擔心它會這樣 不小心又滑來滑去啊 或是桌面不平 對會造成危險 然後底下有這個隱藏的散熱孔 蜂巢是設計耐高溫鋁合金的防風網 它可以有效的聚集火焰 那適合高山跟戶外來做使用喔 而且它有通過多重國家安全的認證 所以我們使用上來就會更加安心 然後這個是它的瓦斯的連接管 大家要接高山瓦斯之前啊 要注意喔 一定要把它關到檢號這邊 確定是關緊的狀態 然後我們的瓦斯乳這邊也是 確定它已經是在檢的這邊 貝殼爐啊 它是建議使用20公分以下的爐具喔 然後我這一次帶的就是17公分的 很適合單人收容 或是你想要經典裝備 因為它收納起來真的很小 然後加上啊 你看它一次又可以煮兩鍋 或是你們有那種小家庭 所以就是一鍋煮湯 一鍋煮吃的 你才不會在被它等 等完之後東西都涼了 東西煮得太慢 小朋友會在那邊喊餓 老公會在那邊喊餓 你就會覺得很急很急 我已經在煮了 可是就是 就還沒煮完啊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它是使用高三瓦斯乳的 它是可以到2700瓦的 官方數據提供啊 如果你是在單口食用的話 它是可以煮到4.5小時的 可是如果你是雙口食用 就會比較快 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然後這樣兩邊同時進行啊 真的會快很多 另外我們這個顏色啊 是沙色的 它有另外一個顏色是均綠 會不會太多喔 合理多了吧 你看一邊煮熱的紅酒一邊烤牛排 好幸福喔 這個貝殼爐啊清潔也很方便 它那個烤盤還有這兩個鐵架啊 就是拿去清損 記得喔這是那種不沾的喔 海綿洗一洗就好了 然後像這個爐麵啊 你就用濕抹去 拍一擦 就可以把它合起來收起來囉 如果你剛好需要一台體積小 輕巧好收納 戶外防風的雙口爐的話 POKOMO的貝殼爐推薦給你們喔 那一樣我們把購買資訊放在說明欄裡面 那如果有興趣的自己去看吧 以上 早安 他們活動從早上9點半就開始 可以預約排隊然後我們睡到9點半 對然後 等一下就打算直接去看 什麼活動可以參加一下 他們還有一家活動 整理好他們就要結束了 要中這個還是到這個地方就行了 這個地方好像會送別的腳 然後藍色也是代表別的腳 然後藍色也是代表別的腳 再送一下 嘿! Watch out 這樣不錯 這樣也有我們環保的餐具 你知道嗎 我剛在想你完全沒有要讓一次給我 我就默默的看著你 你也可以啊 再去用線動快點 我們 好我去用線動 拖線動有沒有 我都可以玩 一樣 一樣一樣的 謝謝 謝謝 我們會幫你錄影 然後計時 找出時間最久的人 嘿 有有有有有有 感受到嗎 我感受到我的腿一直在晃啊 你看 你看我的腿 給我一碗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太熱了 我覺得你先換換衣服 太愛了是不是 對啊 活動非常多 而且很多東西跟體能有關 跟智力有關 對 你看看 cameras 天空 走 先達一下 好 想達一下 看你 好 要光腳嗎 要光腳嗎 還不穩的話就是做一個生物 就是不要憋著 我們這裡有一個路邊 點心跟茶點 這是一組 你要拿兩組 兩組喔 這也太多了吧 我們帶回去給他吃果凍就好 不用理他 你定期幫他換果凍 果凍裡面其實就有水分 主要活動區就是他下面廣場的大草屋 你看其實比我想像中近 我本來以為超級大 像老管道那種 而且其實沒有到那麼大 這邊的話就是也是蠻多形式的 你看有這種水管屋小木屋 然後也可以停車就是停露營車 對 然後還有自搭帳篷 嗯 也很適合活動辦團路的地方 可愛耶 它是一個那個 一開罐 對 我們現在在拍大 可以嗎 就在大合照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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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喔 我看到我 沒有 我剛剛有看到你們 我剛剛有看到你在拍那個大合照 真的嗎 昨天其實就有看到你了 但我們在屋子旁邊而已 你看我看到我吧 送大發的嗎 找一隻 哇 要送大發 你不會帶小孩啦 還好沒有帶 感覺會很黑耶 喔 也不錯喔 漂亮耶 謝謝 好漂亮 看中間 上一次拍帖是什麼時候 20年前 開始攝影 注意只能拍一次喔 上一次拍帖是什麼時候 去携犀牛盾 這已經是我看過最大的火區 超大 團入我們的地主 當然我們會覺得是這樣子嘛 對 對不對 上次連燒都不能燒 抓老關 對啊 對啊 坦白說這次體驗了Wildland的整個活動 很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活力 是說我們之所以迷戀錄影 是因為對我們來說 除了帶孩子接觸大自然以外 錄影就像是一個與自己對話的過程 透過這些對話 一點一滴的更認識自己 其實錄影的形態真的有非常多種 我們也常常聽到或者是看到 很多人在爭論 啊 錄影就是要怎麼樣啊 不然乾脆怎麼樣就好了 坦白說 錄影本來就不是一個 固定某一種形態的活動 有些人喜歡熱鬧 有些人喜歡寧靜 不同的人 不同的經歷 不同的年紀 本來就會有不同的喜好跟認知 說白一點 人的一生其實真的很短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不是應該多多嘗試一些 自己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嗎 欸 不過 最重要的還是要尊重其他人的感受啦 不要在那邊放飛自我 結果影響到了其他人的權利 那一點也不有趣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覺得可以多多嘗試一些 沒有經歷過的錄影模式 也許會讓你對自己更了解吧 最後你喜歡哪一種錄影模式呢 也會讓我們知道吧 我是大發家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 然後還有一對很棒的創作者 有非常漂亮的畫面 然後他們是做神經式的 然後女主角也很漂亮 男主角也頭髮很絕的 哈哈哈哈 大家應該都知道誰了嘛對不對 對啊 我不會剪 我不會剪 不是 我就跟你說 你就不要讓他們看到我們的影片 哈哈 一樣啊 他如果有來看我們影片的話 他就會知道 他不會知道是不是 不然他是不是會一直也不知道